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現在沒公開 習對王滬寧已經開始動手了 民主已死 北京臘昭首戰告捷 臺灣3萬人抗議 突發 共諜的結局被滅口 輕聲壯難暴斃 今天是5月21日 星期二 亞洲時間星期三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現在沒公開 習對王滬寧已經開始動手了 中共國安部長陳一新日前發文提出 搞反顛覆 反霸權 反分裂 反恐怖 反間諜的無反運動 聲言要除內奸 陳一新被視為習近平心腹之一 旅澳歷史學者呂元華昨天20日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專制集權者為鞏固自己的權力都會數敵武術 習現在滿眼都是敵人 包括習自己的手下 他們可能是表面順從 實則在等機會造反 所以習要搞所謂的除內奸 而被違以重任操刀除內奸的人 也會利用這個機會打擊別人 李元華說 中共官方說的內奸一定是指向高層官員 而不是低層 內奸可能是前朝的疑臣 比如李克強時代那種管經濟的大臣們 雖然沒有什麼錯誤 但是他可能對習現在的經濟政策有看法 沒積極響應 習就可以定理為內奸 獨立時評人李國濤21日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毛澤東當年和劉少奇 林彪等高層 自相殘殺 習也會一樣 他現在專內奸的重點 應該也是在他的黨內高層同僚當中 或者也會延伸到中層以上的官員當中 中共國安部去年以來高調反間諜 打擊所謂內外勾結 而近年已不時有海外華人學者回國被以間諜之名抓捕 有分析認為試涉全鬥 日本亞西亞大學中國籍教授范雲濤去年2月臨時回中國後失聯 多名消息人士稱 他很可能被中共當局拘捕 日本產經新聞臺北支局前局長 資深媒體人吉村剛史4月23日撰文表示 范雲濤與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同為上海復旦大學校友 兩人關係密切 由於王滬寧是位高權重的中共高官 往往在背後發生某種政治博弈 范雲濤很可能因此被牽連 獨立時評人李國濤對記者表示 假如王滬寧的這位好友被當作間諜抓了 可能表明習近平對王滬寧已經開始動手了 現在沒公開 很有可能習還在猶豫當中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也有可能是王滬寧的政敵在搞她 但這個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為王滬寧本身就是國安 現任的小太太還是彭丽媛介紹給她的 據傳還是彭丽媛的遠親 民主已死 北京臘昭首戰告捷 臺灣3萬人抗議 臺灣民進黨籍總統賴清德贏得了今年1月舉行的臺灣大選 但是民進黨也在大選中 失去了在立法院中的多數黨地位 目前臺灣的政局是嘲笑野大 特別是在兩個在野黨 國民黨和民眾黨聯手合作 希望擴大議會權力 同時控制總統的權力 引發歐美關注 認為臺灣出現動亂 美國之音報導 國會職權相關修法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修法要求賴清德總統每年都必須前往立法院發表國情諮文 並備詢和向立法院提供所需的文件資料 修法還規定 如果官員被發現向立法院說謊 就有可能承擔刑責或被判入獄 而這也可能讓賴清德政府的高級官員遭遇沒完沒了的司法訴訟和法律糾紛 民進黨籍立委抱怨說 在野黨未經充分協商和討論 便強行 利用人頭優勢快速通過修法 但是國民黨籍立委則堅持認為 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已經被遵守 其實是 國民黨和民眾黨把前一天修改的法案突襲發出來 強行投票通過 這看起來是一種削弱政府有效治理能力的企圖 彭博社引述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宋文迪的話說 反對黨在缺乏實質性公共及國會討論的情況下 以難以置信的速度推動這一副有爭議的修法 令人對立法院越權產生越來越大的關切 宋文迪說 臺灣立法院自上週五大打出手後 支持民進黨的示威者認為 立法院中人數佔優勢的在野黨 通過國會職權修法來限制和削弱賴清德總統的權責 21日繼續審議由國民黨和民眾黨 人稱藍白河提著的藐視國會法 儘管法案正義極大 違在藍白兩黨在立法院議席佔優下 法案得以二度通過 反對法案的民進黨立委在場內高舉 民主已死 國會晚歌橫幅 審議期間 立法院秩序混亂 院長韓國瑜一度宣布休會 但未及又恢復會議 這時民進黨團總召 柯建明翻言說:「我今天站在這裡 讓我彷彿我們是在中國人大會場 讓我們彷彿是在香港立法局 今天站在主席臺的 不是國民黨 也不是民眾黨 是習近平 因為國會已死 21日立法院續審法案 也有40個民間團體 餘3萬人在會場外集結 他們高舉 沒有討論 沒有民主 法案保留等於沒審等標語 批評議程不公不義 擔心國會變得香港和中共國化 因此自己是為了民主而站出來 臺灣今年大選結束後 就有體制內人士通過海外媒體爆料 指習近平對王滬寧和國台辦主任宋濤下達指示 要求他們抓住韓國瑜和傅昆琦在臺灣立法院的任命時機 有效展開一次對臺灣統戰的戰略性攻勢 佔領臺灣立法院的制高點 藉此在臺灣政權結構內部撕開突破口 為完成統一大業創造有利條件 突發 共諜的結局被滅口 輕聲壯男暴斃 英國警方週二說 被控向香港情報機構提供協助的37歲的馬修特里克特 被發現在伯克郡的梅登黑德的格倫菲爾公園裡過世 死因不明 當局已經啟動調查 他是在得到一名民眾的報告後被發現的 特里克特上週被指控後獲得保釋 等待上庭 特里克特曾是英國海軍陸戰隊員 他是移民執法人員 可登入政府內部系統 查閱包括疑英港人在內的個人資料 同時也是私家偵探 出事前居於伯克郡的梅登黑德 上週1月13日 英國警方起訴3名男子 指他們違反《英國國家安全法》 當天出庭應訊的另外2名被告是 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行政經理 63歲的袁松彪和38歲的韋志良 袁松彪是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行政經理 韋志良是倫敦市的志願輔警 正職為倫敦西斯路機場的邊防人員 三人按照《2023年國安法》被控犯有協助外國情報機關於境外干預罪 兩罪分別可被判監禁14年 司法單位懷疑 三名被告監控 資訊收集的主要對象包括旅營香港異議人士 兩人辦理完保釋手續後就不出法院 唯獨特里克特在法院裡逗留了約6小時 在關門前一刻才離開 他離開時用雙手掩面 急步跑走 現場的記者無法拍攝到他的樣子 但他的相片早已被香港和英國傳媒公開 特里克特是三名被告中叫配合警方訓問的人 他承認韋志良是他的客戶 向他提供個人情報服務 中共當局指責 英方編造案件 你覺得此人是青生還是被滅口? 認為是滅口的 請留言回覆1 認為是青生的 請留言回覆2 您如果希望贊助我們 請使用視頻描述中的捐款鏈接 或加入我們的會員 您的鼓勵是我們前行的動力 萬分感謝大家的無私贊助和支持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支持你 為甚麼 支持你 為甚麼 我們一定要最終的入口